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乎并没有那么顺心 母亲去世 父亲根本不管不顾 那么大的宅子虽然有美人相伴 但也显得非常冷清 而因为家庭环境过于优越 男主在学校里人际关系并不好 虽然校长 老师各种巴结照顾 但是同学们各种冷眼 甚至被欺负羞辱 而一般这类作品里总有一个知根知底相互守望的青梅 从小陪伴男主 对吧 还真有 但青梅碎花似乎对男主也是没啥好脸 被孤立的男主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叫做厨子的女生 倍感温暖 虽然厨子的好朋友陈奈琳各种臭脸破坏 但厨子灿烂的笑容还是深深的吸引男主 然而没过几天 他就失踪了 那么故事的发展脉络到底会走向何方呢 因为受限于平台规则 所以这里的评论会非常含蓄 请各位观众老爷们自行脑补和理解 其实如果你对本频道以前推荐过的一个叫做鬼歌的作品有印象的话 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本作启用的是同一个画师 这个画师的标志性特征就是 所有女主几乎都是黑发 所以特别对黑长直爱好者的胃口 要知道在Gail这个领域里 画师因为技法的一致性 区别女主人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色和服饰的差异 而校园类作品经常是统一校服 那么发色和发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所以玩家们总是能看到头发五颜六色的Gail女主 被你们称呼为粉毛 蓝毛 绿毛就是这个道理 统一黑发这个做法可能是画师 泉水衣子 对自己人物的面部表情管控非常有信心吧 但是每当青春阿普看到这个画师 心里的警报就会瞬间拉起 毕竟鬼歌里埋的大雷 还是让我战战兢兢 记忆犹新 果然本作的剧情发展 各种意外唐突 简单粗暴 不合常理 男主本身身是说可怜吧 也确实可怜 属于那种没朋友心里扭曲的类型 但你那么有钱也没办法让人同情了起来 你想啊 钞票那么多 居然连九肉朋友都没有 这不科学啊 你这性格得有多可怕 果然男主也没让我们失望 各种不计后果的骚操作 在地下室里玩的快乐的飞起 女佣这类角色 一般在gill里都是提供服务的角色和福利的素材 然而本作里的他天天忙着给男主干的破事擦屁股 实在擦不过来 就打电话给男主的有钱老爹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本作的世界观架构非常扭曲 一方面他试图营造犯罪以后的压力和紧迫感 而另一方面反正我爹有钱可以白拼一切 那些来调查的都是小儿科 这就让剧情显得非常无厘头和儿戏 你牛爷爷虽然见识过一百种gill剧情 对犯罪类也一点不陌生 但是本作男主各种编的操作 仍然感到很不适 凡事哪怕不是 两情相悦也应该你情我愿 后期应转宠爱 涂增小饼巴拉 总上所述 只属于我的少女 我给60分一个篇幅非常短的唇拔 人物很少 剧情足够简单 很出乎我意料的是 只有厨子和林宪完全忽略了女佣和青梅 一般来说这么操作都是为了出FD 但这种质量的本篇真的会有FD吗 纯爱党会觉得三观碎尽 牛头人也找不到太多乐趣 最多就是结局CG里有路人为官 算是望眉止渴 点到为止吧 因为对男主的行为完全不能认同 青春阿谱很难获得代入感 但是本作传递出的 金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价值观 可谓残酷的真实 我知道金钱买不到一切 这点显而易见 但真实的世界往往是 如果钱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 可能就真的没有什么方法解决了 千万不要被毒鸡汤 蛊惑洗脑 先抓物质 再追求精神永远不会错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动态制定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个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